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这个公司的同事啊 度年假去个日本 刚从日本回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去这个日本旅游 尤其是看古迹 基本上就是寺庙啊 神社啊 还有呢 就是日本的那种古城 比如名古屋啊 大阪啊 这些城 所以他可能这个看了几个这日本古城 回来就问我 他说我怎么感觉这个日本的城啊 跟这个中国的城都不一样 跟欧洲看的那个也都不一样 说有什么区别能不能讲讲 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 先这个咱分清一个概念 日本城 其实包括欧洲的城 都是城堡 而不是城池 这个城堡一般来说呢 就是一个大个的堡垒 里边可以住人住军 但是规模有限 说白了呢 就是城堡 就是领主家的大房子 只能保护领主他们自己家 而咱中国的城呢 是城市 顾名思义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城的概念 一个是市的概念 城的概念 防御的职能 市的概念 商品交换的职能 所以中国呢 它的这个城 是把这个老百姓 官署 寺庙 什么这些东西 通通包进来 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 跟欧洲 日本那种 只住领主的城堡 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看中国的北京啊 南京啊 西安啊 洛阳啊 这些古城 那里边不但有天子的这个工程 还有百官的雅鼠 也得有百姓住的地方 市房这些地方 老百姓的都要住在里面 曾经的伦敦 巴黎 维也纳 这些大城市 都是有一圈城墙 把它围起来的 所以城池的这个防御能力 跟城堡是不可同时而语的 城池的比城堡大多了 大 你想包围它 那需要的兵力就多 那边北京内外城 就是这个离九外七 黄城寺 内城九个门 外城七个门 也就是今天的二环路 一圈32.7公里 你人挨着人站着 围一圈都得三五万人 你要想围困北京城 没有二三十万军队 你就别想 就算你真凑了这么多军队 北京这么大一座城 里边得囤积多少粮草 北京还没困死呢 围城的军队啊 就坚守不下去了 而日本的这个城 它跟欧洲的城堡作用非常相似 你看那个 它所有的城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一座主堡 那叫天守阁 然后边上有一点其他的房子 什么这个本丸呢 二支丸呢 三支丸呢 面积都不会很大 它的这个主要的功能 它的这个你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日本的东京的皇居 那就是原来的江户城 那他这个江户城是谁住的 就是德川将军 他们一家住的 那老百姓和其他武士都住在哪 住在城外 城外 他叫城下厅 所以这个日本地名不经常有什么厅 什么厅 包括现在台湾有西门厅 这个地名 他住在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是没有城墙保护的 领主他只保护他自己 所以说这个日本城堡啊 日本的这个城跟欧洲城堡概念是一样 但是建造方式不一样 那日本城堡的核心呢 是这个天守阁 一般的底座是石头 上层都是木质结构 所以不会太高 欧洲城堡呢 是石头为主的 比天守阁呢 就这个坚固的多了 那最典型的像德国的新天鹅堡 那就迪斯尼那个logo城堡的原型 还有法国就是鲁阿尔河畔的香 香波堡啊 那当然英国就更多了 利兹啊什么那城堡 包括那个女王现在住的温莎堡 那这些个建筑规模 比日本的那个城堡 还是要大不少 那所以两者虽然非常相似 但是呢 一个规模大 一个规模小 一个木质结构为主 一个石质结构为主 石质结构为主 归根到底呢 就是还是因为这个生产力水平不行 日本的长期是农耕文明 建造石头城堡呢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个日本人呢 玩不起 那所以日本城呢 其实它防御力不是很强 就号称天下第一城的大阪城 那到真打仗的时候 守军还是倾向于出城决战 比如最著名的这个大阪之战 大阪之战一开始东之战的时候呢 德川芳是没有这个 攻下这个城池 那所以呢 后来就利用停战的时候 把他的三支丸啊 把他的这个外考啊 内河 内护城河 内外护城河 都给他填平了 到夏之战的时候 那封臣修赖一方 等于天险尽尸 没能平成聚首 所以他这个 像这个这个 靠这个 甄田信村啊 什么这些人就出城 跟这个德川家康决战 然后等到大阪之战 封臣修赖自杀 那这个等于德川幕府的统治就稳定下来了 日本呢 就开始了200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 德川家康一看 当时全国 有600多座城 为了加强控制 颁布一国一城令 一个方国只能保留一座主城 所以大量战国时代的城堡就被毁了 剩下的呢 也基本上就成了这个大明们 显示自己实力的标志 其中呢 有一些呢 就保留到了今天 如果大家去这个日本旅游的话 可以去看看 另外呢 就是还有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为什么中国有城市 而欧洲和日本只有城堡 道理很简单 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而欧洲和日本都是丰邦建国 所以总是有人有这个观点 说你看那个 中国跟日本在历史上很像 不像 一点都不像 它实际上日本跟欧洲更像 别看他的官制什么 学了中国 但是他那个制度 它实际上更像欧洲 丰邦建国 所以一个小领主 一个小邦国 就要修一个小城堡 就跟欧洲一样 你可以理解为止 跟水不凉山去建个山寨 就那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日本没有出现大的城市 日本城市就是京都 没有别的 别的地方全都是这种小城堡 小城堡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喜欢循迹慢聊的朋友呢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按钮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铃铛图标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铃铛图标 你把这个铃铛点亮就不会错过了 谢谢大家